好那我们再来看 那核分裂反应情形的时候它会伴随放出 αβγ三种射线 那放出我们先看第一个 核分裂从原子核放出α射线 α射线它是氦的原子核 氦的粒子 那我们把放出α射线 这个过程叫做α衰变 那有时候会这样考你 某一个元素这边a这边z 那它如果放出一个α射线 α是氦氏2 因此呢 新的元素可能叫y 它质量数就会少4 原子序就会少2 所以这个是α衰变的过程 放出α粒子 那我们再来看 原子核里面有可能放出β衰变 放出β粒子电子 那如果放出电子的话 这个β衰变 其实我们之前学过啦 就是弱交互作用 弱交互作用它放出β粒子电子0-1 因此新元素呢 新元素这边的a不变 然后z会加1 那其实它会加一个反围中值 我们之前学过有一个反围中值 这个是β衰变 β衰变的势值喔 那另外 有可能放出γ射线 γ射线是波长很短的电磁波 波长很短的电磁波 那它呢 因为它波长很短 所以能量蛮强的 所以如果你 被它照射到的话呢 就会直接对细胞造成损伤 那通常呢 你医院如果有放射性治疗的话 那都是照这个γ射线 那我们再看这三个射线的性质 α的话呢 它带两个正电 α带两个正电 因为呢 hine的原子核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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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2 然后这边是2正 所以它带两个正电 β是电子 电子是负电没问题 γ射线电通性 然后α射线呢 质量 质子的四倍 α β 次质 那我们通常是这样记的 质量谁最重 α最重 这个你就自己看 那树立的话呢 当然谁最快 γ最快 因为它是光 那谁跑最慢 α 因为它最大颗 那游离气体的能力 什么叫游离气体 就是它跑去撞到空气分子 能不能把空气分子的电子撞出来 那α会最强 因为它最大颗 最容易去撞到空气分子 那β当然次质嘛 γ 它光去照到空气 几率比较低 所以有力气体能力 就这样子 那感光能力 γ最强 那穿透能力呢 γ最强 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图 放射性元素 α射出来只挡住 β射线可能木板挡住 那γ射线呢 要钢金粉泥土 够厚 15公分厚 才可以挡住 这样子 那再来我们看下面有在电场中的偏向 那这些电场中偏向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如果 电场 比如说 两个金属板 这边带正电 这边带负电 那你如果把一个正电设进来 它会怎样 往下偏 那谁会是正电 α粒子会带正电 所以它会往下偏 那如果把负电设进来 你如果把负电设进来 它会怎么样 往上偏 那会负电会往上偏的呢 它就是什么 就是 β粒子 它带负电 那当然 你如果把γ射线设进来 它就完全不偏向 直线前进 所以这个是γ射线 这三个情形 那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三种例子 αβγ αβγ 那这三种例子呢 它会对人体造成的危害 会对人体造成危害 那 人体造成危害 我们这里先看 人体接受辐射既定的单位 先写西佛 那比较常用的是豪西佛 千分之一 所以乘1000倍 豪西佛 然后这边是辐射计量对人体的影响 你可以自己看 那我们前阵子有浮导核灾 那浮导核灾呢 这些核灾到底是怎么影响人体的呢 它是这样子的 我们核灾如果直接看的话 它会放出刚才这三种射线 αβγ 可是这种三种射线呢 你平常人没事 但是核电厂爆炸你不会跑去给它造啊 所以你不太容易受到这三种射线的造射 那虽然说γ射线很强 γ射线如果在30公里外 造过来建筑物也挡不住 那所以等于核灾爆炸的时候 所有的γ射线射过来 它可以穿透任何的东西过来打到你 所以这个是有危险的 可是通常核反应鲁爆炸你不会直接被这个造到 那会怎么样发生危险 我们是这样子的 之前浦岛核灾呢 新闻上都有报 它会放出点131 点131 或是射137 射134 那这些元素的话呢 它就会做一件事情 这些元素怎么出来的 就是我们的点海水里面有点嘛 那它受到浮射造射 然后形成点131 那这些点131呢 如果你进入到人体 就是可能跟水一起喝进来 跟着食物一起吃进来 那进到人体之后呢 它就会进行刚才讲的β衰变 β衰变的话 能量好像不强嘛 可是它放射出来能量不强 会被挡住 但是如果你这个β衰变呢 是在人体里面细胞衰变的话 那它β衰变的时候呢 它会把所有的能量 都释放给细胞 那这个时候细胞就会遭受很大的危害 就会遭受很大的危害 所以 我们这些点131 射137 射134 它都有可能经由食物进入人体 那如果这个辐射 衰变情形是直接在人体内部发生的话 那就会影响人体的细胞器官 所以我们怕的是这个 不是怕直接被遭射 并且呢 它从这些衰变的时候 它还有可能伴随着刚才讲的γ衰变 γ衰变呢 它只要一颗在细胞内部衰变 那它放出来的γ射线呢 就会直接破坏人体 所以呢 这个点131 有癌症治疗是用点131 它就是让病人吃下点131 然后呢 这个点131就会跑到 它说可以跑到癌细胞的部阶 然后进行β衰变 β衰变时它放出的能量 就会杀死癌细胞 可是它有可能杀死癌细胞 有可能杀死正常人的细胞 所以会造成危害 所以这个是我们怕的辐射 损害污染的部分 这样子 这一步 就会被判断死了 就会被判断死了